咱们刚刚不是大体说了一下 IP地址它是干什么用的 对啊同学吗 那么接下来咱们去看一下 我怎么知道我的电脑的IP地址是谁呢 对吧 那么想要查看你的电脑上的IP地址是谁 那么咱们用什么东西呢 用ifconfig这个命令 ifconfig这个命令 说得直白一点 它最简单的功能 来查看当前你的Ubuntu电脑里边的IP地址信息 更直白的讲 你的Windows 咱们以Windows为例 我把这个说的稍微小点 咱们以Windows为例 你在你Windows的右下角 是不是应该有个小电脑吧 在你的Windows的右下角 应该有个小电脑 那么你这个小电脑呢 如果要是Win10或者是Win8 这种版本的这个Windows的时候 你右机 你差不多应该有一个打开网络链接 这个应该有吧 反正就是有个东西 你右机打开它 你打开之后呢 往往就会看到什么一个信息 特别最低 因为这个XP Win7 Vista 这些版本呢 以及Win10 它不太一样了 那么我简单说大体的位置 如果要是XP的话呢 我告诉你 直接就看见了 这就是你的那个网卡 这个就是你的网卡 但如果我要是用了Win7 我要是用了Win8 Win10 我大体上应该在哪呢 你大体的位置 因为我没有那个版本的 你大体的位置是在这附近 就懂了吗 在这附近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更改 或者查看网络适配器的一个东西 能力也有意思吗 你点那个 你点那个之后呢 其实就会看到这个现象了 这个Win10是这个越过的版本啊 它相当于这个越复杂 其实这就是我为什么用低版本的一个意思 好了 那么接着我怎么知道这个网卡的信息呢 直白来讲 你右击 你看一下 是不是有个东西叫做状态啊 看我刚刚我的操作是 我看到这个 我看到这个哥们之后 我右击 这个地方不是有个状态吗 我点一下 你没发现 现在是不是出来这个信息啊 这个里边 你再点一下 支持 你可以看一下 点一下支持 支持这里边是什么 怎么看这 IP地址 是不是192 168 33.53 是不是也有个这个字啊 其实 用Windows来查看IT地址 就是用通信化界面 点吧点吧 就能看见 那么用Ubuntu 想要查看的时候呢 咱们就用一下 ifconfig这个命令 能理解我意思了吧 那么Windows 也能用命令来查看 那么我简单说 Windows的命令怎么用 在你的右下角 不是有个开始吗 或者是Windows一个图标吗 你找一下搜索啊 或者说你不也找搜索 你找一下什么呢 找一下运行 就是简单言之 运行一个东西 就黑框 你输上CMD 输上CMD 就是Command命令的意思 输上CMD 然后回车 它呢就会打开一个黑框 或者说你直接按快捷键 快捷键是什么呢 Windows键加R R就是运行 就是T左边那个 Windows键就是带着你这个 Windows图标的那个键 按一下它 按一下R 它就出个框 在这个框里边 你输上CMD 然后点确定 那它也会打个黑框 打开这个黑框之后 就简单言之 Windows不仅可以通过 图讯化界面看 其实它也可以有命令 那么Windows的命令 来看看啊 if can figure 回车 哎 它说了 if can figure不是内部 或者是外部的命令 也不是一个可以运行的程序 或者是处理文件 不好意思 这边来讲就是用不了 为什么我这里边 能有if can figure 我在这里边就用不了呢 你不都是可以输命令吗 为什么 对 这就是我想要给你表达的 另外一个含义 Linux命令 它都是Linux可以用的 Windows命令 那又是另外一坨 没错 另外一坨 只要你学到Linux命令 一大好处是什么呢 Linux可以直接用 就是Linux里边的 其下的所有的发行版本 像Ubuntu Red Hat SintOS Federal 这些都可以直接用 Mac直接用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 看着了什么 我原来说过了 我的电脑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 Mac的一个套的系统了吧 Mac这里边也有个终端 也有个终端 我是用了这个 它默认也有个终端 点开之后呢 点开之后 看着 我这个地方 我说一个 if can figure 回抄 321 搜 if can figure 你们发现 我的Mac电脑里边 是不是有这么一坨的信息了吧 简单言之 你学的 你学的Linux命令 Unix可以用 Linux可以用 Mac可以用 但偏偏 Windows用不了 就这个哥们特别 这个这个 特里独行 他就不愿意和Linux一会 所以说在这里边 我想表达意思 有第一个 查看IP的命令 Ubuntu 是用if can figure Windows图形化件面 Windows用文明窗口 用 Windows的命令来控制 Linux的命令 就运行不了 A 就什么呢 if can figure 不能用 用什么呢 ip can figure 在Windows里边 用ip can figure 回车 那么大家可以看 192的168的33.53 和我刚刚有机 点状态 然后点了一下 支持 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你看一下 他们的IP 这个是53 这个是53 没问题 所以说 通过命令界面 其实也可以查看 只不过Windows里边 没有多少人 会用命令去操绑 都是界面 但是Ubuntu 不好意思 全部都是命令 你就用命令 就行了 那么我看到的 下面这些东西 分为两坨 这两坨又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这个是一个网卡 这个是一个网卡 那么它对应于Windows 的是什么呢 让他们看这 请问 这是不是有个 本地链家 这是不是有个 这个哥们 这是不是有个 这个哥们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有三个网卡呀 你说是个道理吧 如果我的Windows里边 还有一个WiFi的话 这个地方 还有个WiFi 就两网卡 那么 你刚刚在Windows里边 看了图形化 上面的这个网卡 在零词里边 一用这个字符界面来表示 这是一个网卡 下面是一个网卡 这么说能理解 啥意思了 那么上面的这个网卡呢 在Ubuntu的D版本里边 就个例子 比如说14.04 12.04等等 咱们不是用了16.04吗 在D版本里边呢 这个地方呢 叫ETH0 到了16.04之后呢 它这个名字就去 发生了个变化 什么叫11S33 11SGG 我现在这个名字 叫11S40 你的名字有可能和我不一样 这么说理解了吧 不管叫什么 这就是网卡的名 那么这个叫LO 也叫环回 也叫回环 就是两个网卡 那么咱们先说这个网卡 你想用你的Ubuntu 进行和别人进行沟通 进行通信 用的是这个网卡 你的电脑 有没有安装好驱动 有没有能安装好网络的功能 你想测试测试 咱们用的网卡 就是这个网卡 这叫本地 发不了数据 只能在本地用 我和你通信 用不了这个网卡 而这个网卡能用 这个网卡就是 我和你通信的时候 用的是这个网卡 那么这里边哪一个地方 比较重要的东西 先说这个位置 大家看 是不是有个东西 是不是172的16.7的137 这个根本是什么呢 IP地址 它写的是inet地址 其实就是IP地址 但这个时候 有的同学会说 为什么你那会看的是192的 但此时确确实实是172的 这个值可以变化 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值 10.10.多少多少 这都行 172.192 这都可以 那么这个值 其实就是IP地址 它唯一标记了 我这个乌版图就可以了 唯一的标记了 我的乌版图 那就可以了 那么说到了这个地方 它不仅可以查看 还可以干什么呢 把你的网卡关闭 把你的网卡开起来 看到吗 Windows里边有机 禁用 停用 这个值得吧 我想把这个网卡关了 这就是禁用停用的意思 那么我接下来 我想要 这个什么呢 乌版图里边的网卡关了 禁用 我怎么办呢 就看 再来一遍 这题刷放下的 if config if config 它能够查看 不仅可以查看 还可以 逃脱 决利了 if config ens40 这个40是谁 你的这个地方的名字是谁 我这个地方就写谁 那我接下来注意看 我接下来写个东西 down low 它说了不允许的操作 为啥 没权限 那么 他们按上下键 我说过不是可以翻命令吗 你按下上 翻过来之后 我快速的回到这个行数 加个速度 对吧 我按左键 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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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慢 怎么做呢 Ctrl A Ctrl A 快速回到行数 Ctrl E ABCD的E 快速回到行数 这么说能力了吧 特别适合于咱们将来去写命令的时候 补上点东西 或者加上点东西 Ctrl A 不是全选了 是快速回到行数 加上速度 空格 如果在一个短时间之内 你没有用过速度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要输密码呀 输上密码 输上你自己设置的密码 接下来 那么你再f config 你看一看 走 什么区别呀 是不是那个ens40被我关了吧 对 那么接下来你的网卡 我告诉你 你的ubuntu一点数据和别人通信的时候 一点都用不了了 因为你的网卡关了 就好比你把你的wifi关了 你肯定不能用呀 就是这里 那么把它开起来 换它不换药 你觉得这么多 对 和它相反的up 来 开起来 走你 开起来了 来 咱们f看一下 是开起来了吗 所以说 关闭一个网卡 开起一个网卡 f config 其实都是可以实现的 都是可以实现的 OK 那么这就是if的一个基本的动用 这么说理解了吧 好了 咱们到现在为止 主要讲解的 ip是什么 就是一个例子 来标记网络上的一台电脑 怎么去查看if config 那么你想要把这个网卡关闭了 那么将来这个网卡就关闭了 用if什么什么什么档 想把它开起来 if什么什么什么up 那就可以了